什么时候吃猪脚呢 天受祈福吃 去没消灾也吃 台中一位猪脚大王 从小就对这一个 开心不开心都吃的传统美食 情有独钟 二十几年来 他时时刻刻都在想 要怎么样让猪脚更好吃 他说一辈子 只要专心做一件事情 成就一件事情 那就够了 也就是心无杂念 他的猪脚便当 每天还不到吃饭时间 就有许多顾客排队等着买 虽然成功的早 年轻的猪脚大王却没有自满 他期许自己 能为下一代打好基础 让台湾猪脚 也能成为百年事业 店门才开 等着买便当的顾客 已经排成一列 很好吃哦 对 老板这么用心 然后做这个美食 我们就有这个福气了 有时候一个礼拜会 大概两三次 过来 对 吃不腻哦 吃不腻 不会啊 因为很好吃 自己吃不够 还要外带 猪脚饭 腿酷饭 都是必吃的人际美食 我是住在外县市 我只要进来台庄 都一定会来吃这一家的猪脚 你的猪脚不咸 很Q弹 这样子很好吃 纽西兰的观光客赞叹 台湾猪脚比德国猪脚好吃多了 就是很入味 然后很嫩 对啊 对啊 就在就是 而且它那个辣椒做得很好吃 有一点那种辣椒 辣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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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猪脚 没有猪脚 有些人跟羊脚 羊脚多了 生意人气这么旺 许多人还以为 台中这家猪脚餐厅 是什么老字号 六年五班的老板蔡兆俊 2004年才创业 但是做猪脚的资历 已经超过20年 猪脚烫起来以后 要开始要筛选 看它有没有预心 因为这个猪脚 它蛮好玩的 它如果 经过加热以后 它如果有预清的 它会圆清 像我们在预好的话 这个都一边割掉 不要让人家去吃到 因为它是毕竟它是碰撞到 那碰撞到就是有细胞 稍微有坏食 但是它不是坏掉的 所以都要一块一块 慢慢涂 猪脚汆烫后 要清洗 要筛选 不是没腿就得淘汰 像你看这儿 我们的每个猪脚 就保证都在 没有脱掉 这种有脱筋跟没有脱筋的价格就差了 带筋又带劲的猪脚 放进卤汁 每家中药也不添味素 要卤得入味Q软 就得靠火候的拿捏 还有真不是盖的 一般人说 诶 说这豬柄 这漏得更快 是不是要用盤子扣起来 扣得更快 这就是撇步的地方 因为你把它盖住的话 它只会闷烂 不会香 绝对没办法偷吃步 你如果要偷吃步 我要说真的 就是用快歌通筋 就是高兴也吃 不高兴也吃 想要来个消灾节二 也吃 逢年过节也吃 所以说有人把猪脚 称作中国人的元宝 到台北拜师学艺十多年 蔡兆骏信息满满回台中开店 没想到连续半年 等不到顾客上门 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打折 那时候我记得五折 就我们五个家人在做 啊 五折 哇 开始生意很好 七天都很好 非常非常的好 给我们信心一千分 不是一百分 要花了要花了要花了 结果说真的 这一段真的让我一辈子难忘 到了第八天开始 简直就是到谷底 不要说失败 我看成三分而已 一千人降到成三分 后来还甚至有一个阿伯 他就一句话 这句话我用完了 他记得 哦 回家拍哦 哎呀 生意不太好了 他就贴败 这一段话 到现在十几年了 我都还记住 十多年前一个猪脚便当 卖八十五块 就连妈妈都看不下去 还好有神明的指示当靠山 不然这样 妈妈 你说 你说 我们这个银银 就是因为这个银银的关系 所以没有人要来 没有人要来跟我们买的生存 不然这样也简单嘛 我们要问我们当地的生命 莫莫先生 好 后来就真的去補败 假设不是我们在抗货 是生命抗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都哦 这个创业的故事 我说真的 就算 结果生命 他真的跟你说的 其实你这个 维持正常 你放心 慢慢的时间下来的改观 坚持食材品质 终于守得云开 见月明 我们是整碗烙的 和一般外面 他们的生存 有的就是切切的 让外面的烤肉 切切的下去烙 起来 那种吃起来的那种口感不一样 像这个 整碗切下去 半四块 切下去就是 啾啾啾 一直烙一直烙 对 滷到焦糖色的表皮 晶莹剔透 阿俊像片鸭一样 仔细的片着腿骨 当然店里的小菜 像是滷蛋和笋丝 也为餐点增色不少 我们在滷至猪脚的时候 它猪脚等它滷好了以后 它冷却的时候 上面会浮一层猪油 那我们就利用这些猪油 来熬制这个笋子 你砍砍 砍砍 砍砍 这一桶猪油 这如果 人家说真的 如果加这些猪油 这样 这一桶加下去 你看看 像这些成分就多少钱 餐厅的生意稳定了 蔡兆菌没有停止进步和研发 最近他迷上了蒜头饭 蒜头用猪油翻炒 用温火慢慢地把它煸 煸到蒜头跟红葱头 它的香气出来 再拌入用高汤煮出来的白饭 然后刚才我们把它煸的这些材料 把它放进我们高汤饭里面 好 开心吃猪脚 不开心也吃猪脚 不管当下是什么心情 阿俊希望 顾客品尝了他用心真心卤制的美味 都能有幸福的感觉 这位年轻猪脚王的最终目标 是为下一代 下下一代打好基础 期盼有朝一日 猪脚餐厅也能成就为百年事业 说起老台北人的早餐 许多人都会想到大稻城 妈祖庙的广场前 一整排的小吃摊 其中有一家白煮猪脚 就是让许多人怀念的老味道 所谓的白煮就是清炖 所以猪脚的处理过程是非常费工 要仔细地洗过烤过煮熟后 还要冰镇 最后淋上热汤米酒 现在老字号已经传到第二代 尽管大环境改变了 但是料理的方式不变 依旧紧紧抓住老顾客的心 这一世上午十一点大道城 马祖庙棚前 完完全全能跟年前年货 大街相较近的场景 来 后面加汤 后面加汤 漏的吗 你要漏的是 漏的没有骨头 好 一个漏的面线去玩 来 里面做 再来 再来 你要不要在这边吃吗 对 种的汤 种的汤 专红步道上走走停停 打牙记的行人 哪怕头顶台北冲的天空隐隐郁郁 眼下鼻尖 仿佛热烟飘尽都能争散焦虑 老字号家家生意各自亮丽 若真要比人气 去镇上的竹脚餐 也绝对榜上有名 汤头蘸啊 然后肉蛮Q的 对 每次都要快快肉 趕快走 对啊 怕外面会脱车 外面吃得很紧张会不会啊 会啦 对啊 还是怕被脱掉 但是怕被脱掉 但是还是会想要来的 当然啦 那个汤头很浓稠 对 味道有的 那个会有一些腥味 它的又没有 它的豬家 也不会煮得太滑 也不会太硬 刚才QQ的 QQ的很好吃 我先三个肉汤 然后再两个综合面 其实我觉得东西 好吃不好吃都在一起吃 就是你习惯这个味道 吃久了就像你妈妈煮的菜一样 你妈妈煮的菜就煎得很好吃 但是你吃习惯 你就习惯这个味道 那你就久了一点就想要再吃 回味一下这种味道这样 刀起刀落下 客人吃习惯的家常 有的带骨带筋Q彈晶莹 有的浸在清清白白的汤底 素薄软嫩 看似少了酱色 一口咬下去满嘴坦韧 许真生的白煮猪脚 调味单纯 起锅的时间点倒就成了关键 你这样摸下去 它的皮是软Q的 这样就表示它这样是煮好的 对 那你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但是一锅猪脚里面 其实它不会整个是受热式均匀 所以有的会偏硬 有的会偏软 但是你煮到刚好的时候 你这样一起捞起来 有的喜欢吃硬的 我就可以挑硬的给它 那有的喜欢吃偏乱的 我就挑偏乱给它 神不见底的桶锅里 前一天反复煮了一整日 猪脚的清水 便成了今天一早的乳白炖汤 起锅后捞去油脂 为了让肉质弹嫩 热乎乎的猪脚第一时间 还得要丢进冷水收缩 等到客人上了门 再回锅蘸热 淋上米酒 下把姜丝 才许出门兼客 他说猪蹄不要啊 不要去皮肠 对啊 你没有讲啊 你没有讲啊 下次你就讲猪蹄不要 来 后面加汤 颠峰时段进门来的排山都嗨 人气就像沸腾的猪脚汤滚个没完 许真善且挽了腿肉即换脚踢 熟酒敏快 对比说话的语气却始终温食 高潮EQ实在丝毫不逊厨艺 以前啦 以前比较会 就是讲话会比较急比较快 对啊 也没有说到发脾气 就讲话比较急比较快而已 对啊 比较不熟的客人会感觉 这老板好像很凶很酷的感觉 没有啊 就是比较没有表情而已 也没有说很凶 以前人都没有那么多啊 对啊 以前没有那么多人 对啊 以前 很多人他不知道这里 有个市集在这边 对啊 以前人都不知道 也住在附近的说 我不知道这里有在卖吃的 认真一算 许真生从爸妈手中 截过手的岁月 其实也将近老贪年资的一半 这种每天一开门 就人生顶飞的光景 还真的一点也不存在 爸爸的那个时代 因为现在人的健康意识抬头啊 对啊 他不喜欢太过油腻的啊 太过重口味的啊 那他就可以 他就会试试这种 清顿的竹脚 像当年 爸妈一卡皮箱北漂打拼 竹脚面线坛卖的 也就是来自南部土库的 假乡味 因为是白煮清顿 很多清洁步骤看似频繁 确实少一道都可能变掉走位 因为他还有一些比较短的细毛 他已经有用剃刀先刮过毛了 但是还有一些细毛我们看不到 还是要用火烤一下 这样子他毛可以除的比较干净一点 火烤后一块块竹脚伤了茶色 安全期间还是要除第二次毛 十九年来 阴阴冷冷的矮狼间 许正顺却总能一个人 把乏味反锁过得惊戀 有别于别人家的二代承接 不是被逼 就是自愿 他的故事一开始 反而是因为被骗 我是被利诱的 对 因为那时候当队伍 我妈就说 你要是来帮忙的话 我就买台车给你开 然后我就 哎 不错啊年轻人 要把妹妹台是怎么的 好像我觉得台车还蛮酷的 对啊我就说好啊 我就一队我就来帮忙 中年大叔回首来时日 其实没有一丁点遗憾 笑称是被骗也不是抱怨 许正正随总说自己没出过社会 然而每天悬着他打转 上演在摊车座位前的 何尝不算是人生百态 像有的人说 爸爸你会不会卖卤蛋 还是卖蛋啊 他说真的好像要加个蛋 还是什么的 对啊 有的人要去美运的啊 刚出狱的啊 都要吃猪脚面线啊 像有的人早上去撞到车子 还是什么去美运的 我们有客人是几乎每天来 然后也有三天两头来一次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先生啊 是习惯啊 因为猪脚普通吃的都是 有放中药啊 那不能吃太多啊 事实上在这一盘卖的 就是已经历史都很久远的 它都又便宜又好吃 真的是便宜又好吃 没有古早味 那地从哪边跑啊 基隆啊 这样划算吗 划算我老人票划算啊 做醋又不用钱 面丸里入白糖头 或者中段白面线 香气绵延 慢在古老妙街 这滋味或许不惊奇 不多元 却赶美的足以让人情愿 守这大道城碎碎更迭 等爸爸醒来 这个强大的信念支撑了一个家庭 四年前父亲出了车祸 从此陷入昏迷 遇到变故 一家人同心协力 共同度过 大哥扛下了猪脚家业 妈妈和弟弟妹妹就轮流照顾父亲 他们相信爸爸总有一天会醒过来的 到时候还要让爸爸看看一千零个故事的报导 让他知道在昏迷的这段岁月 孩子们努力地把家顾得很好 看看看看 都是150 看你要综合的还是全肉的 这边是综合的比较Q 这个都一样 综合比较Q 吃两种 拜一拜三不来而已 对啊 我固定 二四五六日 傍晚 男子的黄昏市场 开始有进张罗晚饭的采购军 一个婆妈 一个家庭 十来万张嗷嗷代补的胃 就靠眼下这些 看来稀松平常 实则不简单的收拾摊位 我刚才说你是看到右手可以来吗 我说笑 我说笑 是什么时候要来 没有啊 见过去看得到买的啦 是啦 见过去啦 看来稍微夾摊 对啦 我看 再看卫生卫生吃好了 蠻Q的 很有嚼劲 有有入味 好吃 那当然也可以 也可以不错 我上次有买过一次啦 第二次买了 这不错又来买 又来买这样 买东西或是综合的 综合的有个手机 同样介绍 我觉得跟婆婆妈妈这样应对啊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很多婆婆妈妈 她们会就是觉得说 我们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会想要做这种市场啊 她们也都会跟我们 讨价还价之类的 我们都会就是被人拗一下啊 就是会跟我们杀价 杀很大那一种 要说国南一主角谈前的粉丝团 都是婆婆妈妈们 那也不尽然 毕竟许多时候 球迷也是热情如火的 谁叫自己有个职帮明星老弟 就叫郭富林呢 粉丝真的都很好 有的还在那边等 就是我们还没到 然后他就在那边等 我说有时候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跟我弟差六岁 他以前会跟着我 会黏着我想要 就是我去打球 他就想要跟我去打篮球这样 他那时候才国小一年级而已 他如果跟我们打太危险了 我就拿球给他在旁边自己投篮 然后他那时候就还满天着 只要投进一颗 他就会叫我 哥哥你看 对啊 然后有时候这样回想起来 其实那时候的我 很讨厌他黏着我 然后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那个时候怎么那么幼稚 弟弟年年龄 你应该要把他顾好才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比较不会想 粉丝也好 外人也行 在郭南义的眼里 家里排行老幽 年纪最小的郭富林 尽管后来顶起光环名气 最终还是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亲弟弟 只是长大后 跟屁虫不再黏梯梯了 反倒让人怅网 还好如今再一次反除 山色的旧时光一世感想 那时候因为可能是年纪小吧 就是都还要再洗 都不能跟同学出去玩 所以有时候都会 也不了解这个的 就是够到什么的 什么都不懂 他只是要洗都觉得 为什么要一直洗它 对 然后如果没洗好 我爸就会再打回来 打回来 我们还要再洗一次 然后说好 没关系 案子就继续这样 那我就让你一起洗 猪脚一定有那个血嘛 你一定要去血水 所以一定要汆烫过 爸爸的规定是这样 当天的温体猪脚送进厨房 第一道竹毛得先用火烤 为了彻底清除的必要 再用刀子捏子一一刮掉 汆烫过要清洗 刷洗干净后要冰镇 最后一道工法 才是老卤半心酱 慢慢调制的酱乳时程 以前我刚学的时候常常教 常常换掉 常常都被我爸骂 OK吗 不够 其实我都不喜欢了 因为真的都很累 其实前日作业真的很累 我反而比较喜欢出去摆摊 因为摆摊比较简单 就是切给客人 客人他有什么需求 你就给他 而且摆摊可以面对人群 其实比在这边 面对这个东西还要好 事实上 34岁的郭乃伊大学毕业后 也曾呆过餐饮业的内外厂 毕竟每一对心生又宽厚的翅膀 本来就属于外面的无垠天空 怎么舍得放弃翱翔 后来大男孩之所以回家帮忙 是为了听爸爸的话 但是四年前 被迫已经扛下家业 确实因命运造化 那天刚好8月19星期三 中午 那时候我们就是我们一家人去吃饭 然后我爸我妈他们回家的时候 刚好拨一个路口 我们都是骑机车 然后对方闯红灯 可是他闯红灯 那个角度我爸他没看到 所以他直接撞到后 他是头直接撞地 对 然后一开始以为是 应该是稍微的脑震荡而已 因为我们马上到现场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我爸就一直想要起来 一直想要爬起来 是啊 所以我的当时 爸爸还有医师的 本不想让孩子们担心 所以一手撑着地 也想直挺挺的站起 怎么料得到 随救护车送进医院 换来的却是残忍的宣告 他们就说很严重 要赶快开刀 不然我爸就会走 然后我们就整个都傻掉了 因为跟你所想的 完全不一样 四年前那个夏天 从午后直到黑夜 印象中 那是场最漫无边际 也最不真实的等待 只是等来的 就是爸爸 从此陷入昏迷状态 直到现在 爸爸今天要进步 我要教育 今天要去復健 很辛苦 这种要进步 不可能会这样 好 幸福 觉得命运有时候也蛮残忍的 他不会给你有任何机会去 做任何的选择 还是决定 他来的时候 你连拒绝都没有办法 人家说事实无常 倘若不是自己亲手 人生走过了 真真切切 拿幸福向宿命去典当 郭南一或许也无法有 这般深刻的体悟 长胸如腹 有时候必须忘掉悲伤 忘记胆怯 甚至是忘了这四年 到底又是怎么停过来 每天半夜要起来收猪脚 可能他 因为他来的时间不一定 有时候有三点多的 四点多的 五点多的 然后每天收完猪脚后 早上起来开始整理 整理完后又卤完后 再出门去摆摊 摆完蛋回来 整理完可能七点多八点多了 又马上赶到医院 然后去陪伴家人 然后去等待可以进入 家务病房的时间去看爸爸这样 美美一中开眼 要掳猪脚要摆摊 更要跟家人轮流看顾病床上的爸爸 其实郭南一本不打算接受采访 后来再点头 他说那是他相信了 有朝一日爸爸总会醒来 而报道是做儿子的 最想送给父亲的礼物 他其实有说过 其实做生意其实就是一个秀 你就要秀给客人看 你在开猪脚 你要动作大一点 你要表演给他们看 你要表演他 对 你看 其实我们不在乎这些 因为你就算你赚再多的钱 你的家不完整就是不完整 这些东西是用钱买不回来的东西 我们宁愿不要这些东西 我们宁愿过得很辛苦 可是只要爸妈家人都在 这样胜过一切 要是一切都能不发生 那就好了 只是时间这一道洪流 往往带走了些什么 却也会着机会 把另一份幸运悄悄带来 好比做儿子的 再过不久也将为人父 其实这种心情非常复杂 有时候我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怎么形容我自己的心情 因为 因为你一直被时间推着往前走 好好过每一天 搬好每一个角色 这是郭南依准备秀给父亲看的 千言万语 莫过于爱和友迹 这次是郭南依准备 为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